好,這一節我們來新增一件商品試試看 在左邊,一樣到進入後台之後,左邊有個商品 在WooCommerce下面有個商品 然後商品點開之後,這邊有個新增 好,按一下新增 好,這邊是商品名稱 然後我們先選一下測試商品 好,然後這邊是描述 這邊跑出來永久連結測試商品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改 把它改成 就是說 TEST 控格 PRODUCT 測試商品product 中間這個控格 如果你要確定的話 你看它會變成一個DASH 中線的符號 所以你中間打控格,它會自動變成DASH 那為什麼要打英文呢? 因為如果是中文的話 以後你貼到臉書上面會有一大堆亂碼 很難看 所以我們打英文,有意義的英文 然後這邊是你的商品描述 我先打這樣讓你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這是出現在前台的哪邊 把它點開 故意弄一下紅色好了 商品描述 那底下這邊商品資料這邊有分 簡單商品、虛擬商品、可下載商品 它底下還有分為組合商品、外加加盟商品、可變商品 這個很複雜 我們先用最簡單的商品就好了 然後原價我們寫100塊 折價我們寫50塊 等一下到前台去看一下結果 庫存有沒有你的貨號 每一個產品都會有貨號 比如說這個貨號是001 TEST001好了 然後你要不要管理期用庫存 然後你的庫存量有多少 比如說我只賣10個 然後允許無庫存下單嗎 不允許 因為你東西賣光了就不要讓人家下單 第一庫存零戒指就是說 如果只剩下兩件的話 他就會給你警告了 然後是不是只能夠讓消費者購買一件呢 不一定 這個看你自己的決定 像這個產品 我要讓消費者一直買 買兩件也沒關係 就不要勾 再來運送方式 就是先寫一下 比如說這個東西重量是多少 假設是1公斤好了 0.5公斤就好了 0.5公斤好了 然後尺寸的長寬高 你可以輸入一下 這是以公分為單位 假設長寬高都是10公分好了 無運送類別免運費 這個我們之後再講 在運費那邊有一個設定 先不要設定它 然後連結商品就是說 你要不要再新增其他商品在裡面 你去搜尋的話 他可以跑出來 輸入三個字會跳出你其他產品 那目前我們假設沒有其他商品 所以這邊先不要勾 都先不要選 屬性也先不要 先用最簡單的方法 讓你知道一下 然後這邊 簡單商品我們現在做的示範 是實體商品 不是虛擬 虛擬就表示說什麼電子書 音樂 MP3 影片 那個都是屬於虛擬商品 或者是服務 服務 顧問服務之類的 那個是屬於虛擬商品 如果電子書的話 你就可以勾虛擬 然後可下載 這個我們之後再講 他也可以賣電子書 很棒吧 不一定只賣實體商品 好 那我們先不要勾 然後屬性就是 比如說 對 color size 顏色 這些東西叫屬性 現在你們剛開始 這邊應該沒有東西 先不要管它 進階這個也先不要 這邊都先不要 好 就這樣 然後底下呢 這邊有個商品簡短說明 這個叫簡短說明 糟糕 我剛拖到它 這邊沒辦法輸入 沒關係 我先按一下文字好了 簡短說明 再按一下預覽 跳回來看一下 這邊看不到 先不要理它 這個文字跟預覽 你們要知道 文字就是 類似html 就是原始碼 網頁的原始碼 然後預覽呢 就是這個 所見即所得 所見即所得 就是你在這邊看到什麼 前台就是什麼 這邊可以去輸入顏色什麼的 那目前這個 突然沒辦法輸入 我又不想去整理網頁 一般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你重新整理網頁就可以了 可是因為我還沒有存檔 所以整理網頁 剛剛這些東西就不見 沒關係 就先這樣就好了 然後 在這邊 分類 這個產品分類 假設它是屬於 包包 這邊有個bag 假設你都是新的 網站都沒有分類 你可以在這邊 新增分類 比如說這個是測試商品好了 然後按一下 新增分類 點一下 它這邊就會多出一個分類 叫做測試商品 會自動幫你打勾 那商品標籤呢 商品標籤就是你可以給它下個標籤 比如說這個商品是屬於女用的還是男用的之類的 你可以去下個標籤 或者是它的材質是什麼 你可以在這邊輸入 它跟分類有一點像 有點像 那你可以輸入也可以不輸入 那我會建議輸入 因為輸入的話 它會在這個Google搜尋引擎 會比較有露出的可能性 奇怪那個iPhone都會 聽到我講話 它以為我在叫Siri 不管 假設這個是 一樣我輸入測試好了 然後按新增 這樣就多出一個商品的標籤 然後這裡是放商品的圖片 新增一張圖片 假設我這邊有很多圖 新增一張圖片 這張圖好了 新增 好 那這個是商品的圖庫 就是如果你不只一張的話 這張是它的產品的首頁 那你不只一張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新增多張 比如說這張白色跟這張 一張一張選 新增到圖庫 然後再新增一次 新增到圖庫 你看這樣就有兩張 加上首頁這張總共有三張 好 這樣就好了 測試商品 按一下發布 發布完畢了 然後我們 你看剛剛這個 現在可以點了 簡短說明這邊 我們一樣給它一個顏色 給它一個藍色 這樣比較好辨識 好 然後你有修改過的話 就按一下更新 按下更新 好 這時候呢 這邊就會跳出查看商品 查看商品 我們點一下 按住Ctrl 再按這個滑鼠 點一下 它會另開頁簽 在這邊 好 好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剛才輸入的 你看這邊相片 一張兩張三張 總共三張 所以這張會當成它的首頁 第一張圖 然後其他的點擊一下 它就會跳出其他的照片 或者是你直接點這個箭頭 它就會往右滑 那這邊為什麼會標個特價呢 是因為我們剛記得嗎 我們在輸入商品的時候 我是輸入100塊 然後特價50塊 所以這時候呢 它這邊就會秀出特價兩個字 然後我有輸入庫存10件 所以它這邊就會秀出有10件庫存 好 那簡短說明 剛那個簡短說明 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叫商品描述有沒有 比較大的欄位 它出現在這個地方 商品描述 所以消費者呢 他們在購買的時候 他們可以在這邊直接買 有345678910 如果超過10件的話 因為庫存只有10件 它就沒有辦法再往上加了 好 那這個分類會出現在這邊 貨號會出現在這邊 標籤會出現在這邊 假設你這個分類有很多的產品的話 那消費者他按這個測試商品的時候 這個分類的時候 會列出所有的這個分類的相同品類的商品 那因為我剛剛只有這一類 而這一類呢只有這一個商品 所以它就會列出這一個 OK 這一節就先講到這邊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新增商品的方法 好嗎